俄罗斯暴富性减供天然气 害得欧洲国家面临了冬季缺电危机 情势相当紧迫 如何解决能源短缺 也成了欧盟各国领导人 在6号登场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 最主要的讨论议题 率先发表立场的是 长期主导欧洲能源决策的德国 另一个欧洲能源策略主导大国法国 则呼吁欧盟提出一项 能适用所有会员国的能源对策 协助正被高昂电费所苦的老百姓 虽然大家都努力为欧洲 冬季天然气的稳定工艺着想 不过各国提出的解决方案 看法不一 难免引发争论 请订阅按赞 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